八年抗战终于胜利 在真心保护中华文化遗产的 元明世事的帮助和支持下 天下第一藏书楼 慧之阁 终于浴火重生 并向天下所有人开放 世书如命的我 终于实现了登楼读书的所有 此时此刻 这座书楼近二十年的过往 如云烟般闪现眼前 使人们坚信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大爱终将战胜仇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起來 狼一 出什么事儿了 猪龙来贼了 猪龙来贼了 有贼了 快抓嘴 有贼了 抓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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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抓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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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明天是 明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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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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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胆子也太大了 宣家的书都敢透 清理一下 保护 是 老爷 说起宣家书楼的故事 还得从来 嫁进宣家的那一刻讲起 太太好 你说三弟他能去吗 对啊 到时候三哥怪我怎么办 你们几个小点声 你说三弟的性子那么俊 能把他说服吗 这事就这么定了 到时候就这么说 谁也不许乱说 这能行吗 我也不知道 他不同意怎么办 不说 三少爷 时候不早了 快换上西伯 不怕三少爷 三少爷 不耽误了几时啊 走 走啊 我不换 走 老三 人家姑娘的轿子 都已经到门口了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 来来来 不换 这不穿怎么行呢 不去新娘子家接亲 已经是我们宣家 失了大礼了 现在人家到了门口了 你再不去迎一下 万一人家生气了 不进咱们宣家的门了 怎么办 这还不说 明天会传的满城 都是咱们宣家 不讲礼数的话 这麻烦就大了 我们这也都是为了你好 你是老爷最器重的人 将来是要继承 宣家衣帛的 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 三弟 这曹婉儿的事 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该放下了 再说了 这人家姑娘 可是心甘情愿嫁的 咱们宣家的 你可不能怠慢 毕竟以后 还是要跟人家过日子的 对对对 三哥 我都听说了 那姑娘长得又老又丑 还笨笨的呢 要不然你就当她 你就当找了一个 就当找个老妈子是吗 找个老妈子 需要这么铺张吗 需要这么铺张吗 随便找不就行了 三弟 老三 爹前些天不是说了吗 这曹婉儿和偷书的没关系 这不才为你说下 这门亲事吗 你也不是不知道 咱爹啊 只要是遇到叔的事 就爱犯糊涂 可是这不管怎么说 爹他老人家 也给你认错了呀 是啊 三少爷 我们就不明白了 你怎么就一直 不愿意续嫌呢 抓住他 抓住他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让他跑了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 站住 抓住他 别跑 快抓住他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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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吃了熊群豹子胆 道轩你来投书 拉起来 起来 起来 快点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放手 三嫂 三少奶奶 这不是曹婉儿吗 怎么这副打扮啊 你怎么总是想离开宣家的 孝叔对你不好 还是宣家怠慢你了 婉儿没什么好说的 我只想离开宣家 老爷 你就放过我吧 岂有此理 曹婉儿 你是宣家的三少奶奶 你这么不声不响地离开宣家 你让宣家怎么做人呢 说我没有办法 我真有三少爷写给我的修书 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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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修书 这真的是三少爷写给婉儿的修书 不信的话 老爷您可以向三少爷求证 老爷 求您放过婉儿好吗 就算这修书真的 真的是老三亲笔所写的 大伙都知道 老三是个读书人哪 耳根子软哪 这 这架 架不住你软磨硬泡啊 就算他跟你写了 那也不是他的本意啊 那三少爷 为什么给你写修书啊 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 你这死去白泪的 非要离 离开咱们宣家 你是嫌咱们宣家没人哪 还是你在外面有人了 你今天必须当着我们大家伙的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三少爷 三少爷他 老爷 这可是三少爷写我的手术 为什么要死拦他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都可以写修书都可以这么够犯 你现在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大逆不道 以下犯上 天打五雷红 二里呢 上家法 是 我和你们 我和你们 我和你们每一个人 这是我小叔自己的事 不用你们操心 宣家就你这么一个读书人 以后书楼全指望着你管 没个后人怎么行呢 你们走 你们全都走啊 就当我求你了 行吧 老三啊 你可不知道 这有的人啊 为了你这桩婚事 可是费尽了心机 这你要是不答应 人家回去也没法跟老爷交代 你这是个当儿媳妇该说的话吗 这今天是我三哥大喜的日子 你们这儿不帮忙就算了 还在这儿添堵啊 芈月 三弟啊 大家可都在这儿等着呢 不好了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 不好了 来帮我散啊你 老爷正在生大少爷和二少爷的气呢 你们还是去看看吧 走 三哥 我也去看看了 三少爷 你一直不肯续曲 是不是因为心里还念着曹尔 我可是听说曹尔现在已经不在井里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不想听这些 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我还没说完呢 那天都是阿英窜到老爷冻的家法 我想完都拦不住 你有完没完 你有完没完呢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出去 好 我走 你别给我出去啊 不是 不是 好 这小鸡 真是被闯得没个样了 家里这么大的事 不回来帮忙 还说三道四 他说什么了 你 您别生气啊 他 他 说什么呀 你就痛痛快快地说 本人已死 有事烧旨 你看 孽障 天天在外面飘游 不学无术 爹 您别再生气了 小心气坏了身子 就算他现在在家 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这话不是真这么说的啊 你说老三不愿意拜堂 那老四回来总 总能帮着劝劝他 他倒好一走了之 躲个干净 那这真要让人家娘家人 把轿子给抬回去 咱薛家人这脸得往哪搁 老大你说说该往哪搁吧 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 爹 这新郎官不去接轿子是失礼 但是都使些钱打发 还是能把这轿子抬进来的 可这没有新郎官 这拜堂这一关就过不了了 是啊 爹 就为了我三哥 不管怎么说 也得先把轿子抬进来啊 二嫂 我们先去准备点钱 然后好打发给娘家人啊 使些钱 把娘家人打发了 那这拜堂怎么办 爹 这这事交给我 他要是实在不愿意 我就 就不信弄不来他 爹 老三呢虽然是读书人 但这倔脾气一上来 他万一不答应呢 反正我是弄不了 老二 你弄得了吗 我也就是说说 爹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我听说 广东那边出海谋生的人 如果赶上婚嫁男人不在家 就用公鸡代替新郎官拜堂 公鸡 对啊 这样呢 一不失礼 二呢 还能保佑夫家人丁兴旺呢 就算这事传出去不好听吧 那也总比新娘子一个人拜堂要强吧 真有这种说法 那当然了 只要按着新郎官出生的月份 找一只公鸡来 到时候让新娘子抱着拜堂就行了 那月份是九月啊 就九今 道爷 什么事 道爷 太太 轿子 轿子来了 这不去赢 还自个儿送上门了 那是在民国十五年 但封建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灵魂深处 而我驾进的宣家 更是一座由封建礼教搭建起的顽固堡垒 谢谢大家 森严的封建统治 压榜 谢谢大家 折磨着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来 谢谢大家 包括刚跨进宣家的路 真是热闹了 谢谢太太 但我想改变这一切 是她 回去 走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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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家门 跨火盆 新娘烤红火 红火急上急 老师啊 这怎么着 新兰官怎么没 没来啊 那就是啊 怎么不见人哪 这新兰官在哪儿啊 这不会是新兰官出事了 你们看见新兰官了吗 没看着吧 这新兰官哪儿去了 这将兰官啊 这将是新兰官这将来 新兰官 那 76兰官 这边有一个兰官 这边有很多兰官 新兰官 现在是新兰官 这席门发推 就是小兰官 这个大兰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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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天地 怎么不拜啊 是啊 一拜天地 不拜 这 怎么 怎么回事 停下 停下 先停下 是 坐坐坐 来 来 来 继续 一拜天地 接 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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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 这一看就是小胡生家的 还是死了娘的 只有死了娘的才放下 这 来 你那个 二派高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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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夫妻对拜 这 这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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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璧 入洞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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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了啊 开心 开心 开心了 好 开心 老子 开心 谢谢各位 谢谢了 你也醒了 来 来 你说 他一点名字 有奇了怪啊 开心了 差不多你闹啊 行了 入席了 入席了 张来喝酒去 走 老爷 我总觉得这位姑娘 有些奇怪 这位姑娘可算得上是位妙人 就别说提亲的站不满大街 塞满一巷子没问题吧 怎么咱们宣家一去提亲 他们父女俩就爽开地答应了 又不嫌弃咱们三少爷是个官夫 好 况且 今儿咱们宣家没去接亲 他们都没挑礼 蹊跷吧 这亲家 八成是看守我们送给她的熟堂了 老爷 这都什么年月了 这宫立熟堂都已经开得到处都是 现在开熟馆也不是什么挣钱的营生啊 是有点蹊跷 爹 这三小事入洞房了吧 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 刚才吓得我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爹 这客人们都等着您呢 吩咐下去 晚上任何人不能去闹洞房 有门坎 小心点 三少爷 新娘子来了 快开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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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爷 大喜啊 恭喜三少爷 新娘子来了 来了 恭喜三少爷 恭喜三少爷 恭喜啊 还真的把她迎进来了 三少爷 三少爷 三少奶奶 我们给你们铺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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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贵子 后生姑娘 两头一摸 胡子登科 两头一按 文武状元 文武状元 给我出去 新娘子 您坐床 好 谢谢三少奶奶 谢谢三少奶奶 滚啊 走了 不只是他们 还有你 你也给我滚出去 三少爷 你滚滚 不走是吧 好 你不走 我走 三少爷 请留步 恭喜三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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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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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欺负我们大长官 我跟你你们喝 老五我真不行 什么不行你行 你也别用背了 来来来来 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站在这儿站在 你俩老不及 嗖嗖嗖嗖 这屋里赵板都堆成山了 还有心思再点喝 什么老大 误不了山 什么误不了山 你不比人家二斤你 爹 这今儿可喝的是洗酒大嫂 你要嫌大哥太忙了 那这么着 跟爹说 你的账本我替你管了行吗 行 行 说 说好了老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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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 您坐这儿 酒 坐坐坐 今天让你们受累了 来来来 老夫相干为敬 谢谢 来来来来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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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感觉好像缺点什么节目 听说府上的四少爷 先学乐剧 后改武林调 现在又学京剧了 嗯嗯 是啊 能不能借这个机会 请四少爷出来 唱哪段 给大家周出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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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是 薛老爷让他出来 这热热热热 行了 别提那个逆子了 没多大出息 来来来来 开酒 来来来 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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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么说 你是铁了心要 嫁进我们宣家 关闭 铁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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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揭盖头之前 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的千妻婉儿 她不是生病死的 不是兵王的 你也不想一想 一个好端端的人 怎么会说病亡就病亡了 住手 住手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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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三 你疯了 你又在这儿呢 你闹 快闹 快起来 你们走开 你们走开 是我同意她离开的 你要打就打我吧 三少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老爷也没说 要把曹王儿怎么样 是他支支吾吾使性子 你说 这要是放他走了 咱们宣家的家道门风 怎么办呢 好一个家道门风 为了门风 为了规矩 你们就可以这样 折磨一个人吗 你们也不看一看 现在都是民国十几年了 岂有此理 还那么大声干什么 宣家的家规 因为改朝换代了就得变吗 这事要我陈阿英说呀 他曹婉儿想离开咱宣家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正好 今天我们大伙都在这儿 你就把话说清楚吧 你为什么想离开咱宣家呀 三少爷 我哥老爷一直指望着你们两口子 能再为咱们宣家添个难丁 你说 他怎么老是往外跑啊 我们大少爷房有难丁 我说的是再添个难丁 添丁 老三 不会是曹婉儿这两年 都不让你进他身子吧 难怪你们没孩子呢 咱们就先不说天不天定这事 老三 你就说说这 这一个副导人家 这 这整天都往外跑 这 这叫什么呀 像什么话 这叫洪姓出 出墙 这 这要是单凭我 我早 早打死他了 你也不趁着这会儿 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这 这让宣家的脸往哪儿割啊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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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能胜瘀是因为 到底是因为什么 老三 你说 都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 说呀 说呀 我还不如 any 帮你 还不想 人能不能胜瘦 像 我还不想 老三 老三 他 你 就 konst了 在等我 你在干什么 我曹婉儿 不留在宣家的原因 我不想说明白 既然没有办法 离开你们宣家 那我曹婉儿对天发誓 有朝一日 我将你们一个个送进殷草地府 我来认识一遭 这 这是什么话啊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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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拦住她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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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逃警死的 为什么 因为我身上 有一种病 一种非常可怕的病 病 害怕了吧 害怕了吧 不 我只是有点意外 怎么说你不在乎 我听得出 三少爷中气饱满 声音洪亮 不像是有病的样子 我身上不仅有病 而且你嫁给我 你什么都得不到 或许有一天 你会跟我的王妻婉儿一样 落得可十古无存的下场 你知不知道 你不怕吗 我不怕 你为什么不怕 我求你走吧 婷婷 外面的人现在都在喝酒洗脑 趁这个机会你赶紧走 走啊 我不会走的 你真的不怕落得跟我前妻 一个下场吗 我什么都不怕 我今晚就说 好 我干嘛 称心如意 好一个称心如意啊 那我今天 就来迎娶你这个 又老又丑的新娘子 你是谁 三少爷 你 你怎么了 你别过来 你是什么人 我是沈疏师的女儿沈碧云 没人跟你说起过吗 可 可是他们跟我描述的 沈碧云不是这个样子 我生来就这副样子 骗子 都是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三少爷 你别过来 你是对我的模样 很失望吗 是愤怒啊 我很愤怒你知道吗 这群骗子 你骗我 我没有做过任何欺骗你的事啊 你就是骗我 你现在就是骗我 你出去 出去 骗子 今天晚上咱俩都没好好喝一个 薛妖介 你怎么才喝呢 二哥 我听说咱们三嫂 是航程第一大美人 真的假的 买个屁 一双大脚鸭子 大脚鸭子怎么了 那上海没民国的时候 那些个时髦女人 就是大脚鸭子 那你不除了现在什么年代 这么说咱们三嫂还真是个美人啊 吃你三个醋了是不是 说什么呢 瞧不起我是不是 我告诉二位哥哥啊 我在天津 北平学义那会儿什么世面没见过 又什么呀 老四 小心门外风大闪了舌头啊 你就是让他吹吧 老四知道的就是那个 戏文里的中校结义什么的 我说老四 你是真想知道你三哥媳妇 就是长什么样是吧 我告诉你啊 你二哥还就真看看过一件照片 那什么叫陈居落雁 碧月去修花 他就是 真的假的 那 那他怎么就 那我哪知道 人家哪根弦搭错了 就嫁进咱们宣念了 你是不知道 一样亲 咱家没去吧 拜堂一个人拜啊 你都不知道 这个沈碧云就一个人 走过全场 你说你二哥这辈子 也算是怨人无数 就这种欺女子 二哥连听都没听说过 同一回 明白了 一准是啊 贪图咱们家的富贵 来来来 三哥二哥 来 这累了一天了好 好 好 拿着 修书 你识字了 拿着赶紧走 我不能这么做 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杭州城这么大 你就非要嫁给我宣孝叔吗 我求求你了 三少爷 不要再逼我了 沈碧云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的女人嫁给我宣孝叔 是对我最大的羞辱 我身上的病 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曹婉儿嫁给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要嫁给我也是一样 可是我嫁给你 我什么都没有想要得到 那我要休了你 你怎么不明白呢 我宣孝叔是个活坑 宣家是个更大的活坑 你不开心来的你知不知道 我虽然不了解你 但是我听到你的肺腑之音 我就更坚定你 我要更定你 我知道你博学多文 才学兼忧 而且心地善良 我就是要做你的妻子 你 放手 你走 你赶紧走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你走 我走 我也不会后悔的 你不走是不是 好啊 不走啊 三少爷 走 走 我走 你 我走 我走 你 我走 你 我走 爹 爹 爹要当新郎官 你放开 你放开 春小语个女儿 你疯了你 这一个高兴才给你脸 你别给脸不要脸 爹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 你哪位 这个懦弱不敢反抗的女人 让我开始意识到 宣孝叔所说的 宣家是个更大火坑的那句话 隐含着另外一番深意 这怎么回事啊 这新娘子怎么一人坐在门口啊 老三 你这是在搞什么呢 估计她睡着了吧 你是 我是你大嫂 大嫂好 好好好 这小嘴真甜哪 你看我得快出来看一下 你说你们俩这大晚上的 这是干什么呢 没什么 我觉得里面太闷了 就出来溜达溜达 是吗 行了 你大嫂也是过来人 这小两口吵架呀 那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你说 你们俩这今天晚上闹 不合适吧 要不 你跟大嫂回屋休息 不用了 真的没什么 我待一会儿就回房去了 那也行 这晚上有点冷 你注意别感冒了啊 那我先走了啊 您讲 你 我相信你 这两口吵架 过来你 又在刘虾 是 女人和孙过上了 干吗 他怎么会准备着 我一开心 自己是 你不肯扔了 这个腿 然后结束事 那孩啊 你吵了 都是个丫头 我跟你说 别看她年纪不大 鬼着呢 这两个女人啊 你都得小心点 别被她们俩算起了 大嫂跟你说这些啊 都是为了你好 谢谢大嫂提醒 客气啥 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那我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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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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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